在2017年11月份 正义联盟大张旗鼓的走进了院线 然而却让观众们大势所望 3亿美金成本的电影仅仅获得了6亿多的票房 有人吐槽说 好好的一部DC超音电影居然满满的漫威风格 显然这都是废话 漫威导演拍的正义联盟当然有一股漫威味了 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我们的扎导讲起 扎导全名扎克·史奈德 拍的火死人黎明 超人钢铁之躯 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正义联盟这部电影当年扎导足足酝酿了7年之久 是他心里的一块铁疙瘩 务必要拍好这部电影咱们才能赶超隔壁的漫威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2017年的3月份扎导的养女自杀身亡了 痛失爱女的他也没办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了 宣布于同为制片人的妻子退出了正义联盟的幕后制作 就此正义联盟的所有后期指导工作 交给了一位齐名的导演 他就是乔斯伟登 这哥们儿拍过复联一和复联二 后来跳槽到了DC 伟登和扎导的方向完全不一致 就好比古代战场临时换将军一样 基本都是死路一条 据说重拍的戏份高达四分之三 并且魔改了扎导那四分之一的部分 我们在院线版的正义联盟里也能看得到 这不就是一缝合怪吗 这里边拼接赶攻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这也导致观众们极度不买账 华纳高层本着多挣一毛是一毛的宗旨 下了死命令叫正义联盟必须如期上映 又规定把电影压缩成两个小时 所以看过院线版正义联盟的小伙伴们都能感觉得到 内部电影的角色胶带以及巨型衔接大部分都很无厘头啊 而扎导版的不一样 人物塑造明摆着更加的饱满 故事叙述以及高潮的穿插 没有让人觉得无厘头还很无聊 最最让观众感受到这是一部DC电影的地方还在于画面 扎克·施耐德版回归了BVS的画像 一股浓浓的DC汗黑风扑面而来 显得特别的压抑沉重 导简版的正联有着四个小时的全新内容 同四年前的院线版截然不同 比如火星猎人、绿灯侠、达克·赛德等等角色纷纷回归 在2021年3月18号 扎导版正义联盟终于登陆了HBO 扎导为了这个情怀也是分文不取的 华纳为这部剪辑追加了7000万美元的预算 用来重置特效镜头以及补发宣传 我们的扎大导演为了填补当年院线版的拉胯 拒绝了所有导演费用 E5完成了整部电影的制作 就在影片正式上映的前一天 一件最扯的事情发生了 HBO用户点播猫猫老鼠大电影的时候 屏幕上放映的居然是即将上映的正义联盟导演剪辑版 扎导版正义联盟居然被人提前曝光在了互联网上 而且还是4K自小时的正片 这也导致了看到版的观众可以享受4K资源 甚至比预定正版的伙计们提前一天看到了电影 而华纳旗下的所有社交账号 甚至都没有发布过一条导演版的推送 即便是乌龙重重 刚刚上映的扎导版正义联盟还是拿下了9.0的高分 DC显然和漫威不一样 导演版的上映主要还是为了弥补DC粉丝们 入门门槛相对于漫威来说太高了 接下来苏哥就和大家聊聊 看导演版之前我们必须了解的内容 想看懂正义联盟除了要知道基础的人物 还得了解一些基础的设定 院线版和导演版的故事线是一致的 都是在讲正义联盟临时组建 对抗火焰狼完成母核合体的故事 那么母核是什么呢 它是由天启星上的科学家们打造 相当于一部拥有无限能力的卫星电脑 宇宙中一共有三个母核 其中一个在人类刚骨身上 另外两个 一个由海王的故乡亚特兰蒂斯保管 一个由亚马逊保管 也就是神奇女侠的故乡 超级英雄电影都有一个尿性 一般都是反派拿到神奇后 然后统治宇宙 这个定理在这部电影中也是存在的 想要征服宇宙就必须拿到三个母核 合而为一后利用烈火进化宇宙 而合成的结果有一个学名 叫做反生命方程式 这条公式就是DC宇宙的终极武器 当一位名叫达克赛德的哥们得到它之后 会让人类失去意志收到它的统治 达克赛德又称黑暗君主 据说漫威的灭骂 就是以达克赛德为原型改变的 它是DC宇宙内最强大的邪神 也是促成正义联盟成立的始作俑者 粉丝们都亲切的称呼他为达鼠 他的反生命方程以及欧米卡射线 可以秒天秒地 然而怨线版果断给达鼠删了 我们终于在扎倒版正义联盟中 看到了他的身影 荒原狼不仅是达克赛德的手下 同时也是他的叔叔 在天启星一族中 人家不论什么辈分 只论实力 实力越强的家伙更能够当君主 这时荒原狼臣服于达克赛德的原因 身为天启星的军事指挥官 除了怼不过开挂的大钞 他可以轻易玩虐正义联盟中的剩下几个人 在导检版中的黄原狼外观改动很大 没有了怨线那种劣质的粗糙感 多了几份威慑力 当初黄原狼入侵天堂岛时想要夺取母鹤 西波旅推女王率领亚马逊一族抵抗外敌 这位女王的孩子正是神君女侠 她是西波旅推和宙斯的死生女 绅士和赫拉克勒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半神族血统的 她从小就受到了战神阿瑞斯的教导 那和双方价值观不一样 一个想征服苍生一个饥饿如仇 最终人间的战火熄灭 阿瑞斯的能力越来越弱 当神奇女侠打败她之后成为了新一代的战神 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DC最大的瓜皮超人 这一哥们出生于克星 在克星即将毁灭的时候 她的父母把她送到地球 被一户农场主抚养了 在长大的路上 她一直饥饿如仇拯救世间苍生 然而超人的能力并不是他们生来就这样 克星算得上是宇宙中的另一个地球 上面的人物与地球人没什么两样 可太阳却是红色的 限制了他们的能力 一旦克星人到达了地球 我们的太阳是金黄色的 克星人就能够通过金黄色的光辉 获得无比的能量 克星的生存环境 也是超人能力的来源之一 首先克星的重力是地球的几百万倍 它们身体中的细胞 能够抵御空间带来的强大重力 所以超人身体内的粒子极其强大 造成它能够忍受极强的能量以及创机 克星的大气密度也特别高 可见性低 这让克星人们的眼睛能够发射出X射线 它们的大脑甚至可以发挥无穷无尽的脑力 当它们来到地球之后 地球的引力让它们能够摆脱重力光速飞行 同时也拥有了种种能够吊打其他人的大能力量 作为拿着母合之一的刚古 不少观众也是在院线版中看的云丽无理 伟登并没有把刚古讲清楚 而是莫名其妙的直接把这哥们写进了最主要的战斗力之一 不过在导简版中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 刚古的原名为维克多斯通 是一名美国明星级别的橄榄球运动员 在一次意外中 他被天气星的母合炸成了重伤 却也意外的将母合分子融合在了体内 他的父亲是地球上知名的科学家 立刻把刚古带到了美国研究外星科技的红屋实验室抢救 其间母合分子吸收了红屋内的所有科技 最终刚古被抢救了回来 成为了半人半机械化的生化人 人家超人来自于克星 算得上地球上实打实的人间之神 那么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 刚古也陷入了迷茫 其实这个角色在DC漫画中本来是一位三线角色 硬是被DC捧成了超一线英雄 没什么别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正义联盟中急需一名科技型英雄 以及他的黑人身份可以完美的弥补上政治需求 导致了这个角色和其他几个巨头平起平坐 好在导简版完美的诠释了这几点 没有像院线版一样强行的把它给拎出来解释 最后来总结一下导简版电影的精彩之处 这里面最棒最优秀的一点就在于超人身上 院线版正义联盟不如改名叫超人的独立外乱得 而导简版虚弱了一拳超人的战斗力 让其他五位成员能够各显成通 同时导简版引入了蝙蝠侠老爷的噩梦时间线 这条时间线类似于奇异博士看到的1400万条结果之一 也就是一个有几率出现的未来情况 黑暗君主获得了反生命方程式统治了地球 在此期间超人被黑化 而其他角色征战达克赛德夺回了地球 导简版的闪电侠这个角色塑造的更加的丰满了 在院线版里闪电侠几乎是一个搞笑的担当 干大仗的时候也没怎么输出 而扎岛版正义联盟的闪电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最终逆转时空顺利挽回了白局 但俗哥感觉还是很奇怪 为什么看着看着总有一种复仇者联盟的剧情味呢 在电影的评级上导简版也是一点都不同 战斗场面直接升级为二级 几乎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有着自己的高光时刻 同时扎岛也为了日后的电影铺好了一条路 加入了很多角色以及彩蛋 比如说影片结尾出现的莱托版小丑 以及达克赛德手下的二把手们 迪萨德以及慈祥奶奶 没看过导简版正义联盟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去看看 这真的是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 除非他们说如何